好,接下来我们到第二个层次 物种上的多光性 物种上的奇异度 它其实主要是在探讨物种的物种数目 有几种 有几种 那我们先举例子吧 各位就以你们班来讲 你们班这个环境 这个生态系中 有几种生物 你们知道吗 有几种 好,你们 Homo sapiens 人类智慧人种 一种 还有吗 假设有一种蚂蚁 有一种蟑螂 有一种蜘蛛 导鼠 好了,五种了 五种 你们是假生态系 你们有五种 好,假设蚁生态系是什么呢 我去看台北市立动物园 你们有几种生物 千万不要只问管方 你们有几种物种啊 我说的是台北市立动物园 这个环境 这个生态系 我不是说台北市立动物园 养了几种生物 因为除了笼子里养的 外面的植物 树啊草啊花 都是生物啊 蜥蜴啊蛇啊 过去的白头翁啊 拉雀啊 松鼠啊 蟑螂啊 蚂蚁啊 都是五种啊 好,那我随便摆个数字 就是乱摆的 假设动物园有八百种 生物 可能是不只 那我就乱摆 你们班这个生态才五种 你要八百种 谁比较多样 当然是动物园赢啊 胜 对不对 所以物种动物园赢 最直接的比较方法 看物种谁多嘛 你们有八百种 我们才五种 啊你们赢了 对不对 好 当你看到比较这里 他们赢了 但有些情况之下 会发生这个事情 你们班有五种生物 就隔壁班 也是五种生物 哇怎么办 对啊 你们这五种根本也有啊 根本就互通有五啊 那我怎么比 这两个班的生态系 谁的物种多样性高呢 有别的办法 请看下面的文字 你今天要比较 物种多样性 有两个指标 第一个叫物种丰富度 另外一个叫物种均匀度 而其中物种丰富度 值的就是物种的数目 刚刚我们比了第一个 你有几种物种 你物种越多 是不是越丰富啊 所以这叫丰富度 它是最先比的 像我们刚刚的例子 你跟动物园相比 它已经赢了 所以我们就会直接下结论 台北市区动物园的物种多样性 比你们班多 但如果今天你们跟隔壁班 物种的丰富度一样 我们的丰富度都是五种 怎么办 就要比第二个指标 叫做均匀度 所以各位请注意 物种多样性的比较 先去比丰富度 几种物种 如果一样多 你才比第二个指标均匀度 好那我们就把你们两个班 做一下整理 第一种生物 第二种生物 第四种生物 第四种 第五 你们班几个来啦 三十 五 好假设隔壁班四十 好结果你们班 蟑螂可能 三十只好了 蚂蚁五十只好了 老鼠四十只好了 还有什么 好这样子 可是隔壁班不错 隔壁班蟑螂 一千只 那么多只 然后可是这个蚂蚁可能就一只 路过的 然后这可能五只 好了 我们看这两种环境 我当时鞋有点夸张 谁比较均匀呢 对 你们又赢了 所以你们的均匀度比较高 当你的均匀度比较高的时候 你的物种多样性就比较高 所以你看我们的比较多样性 怎么比物种多样性 先比丰富度 丰富度赢的人 多的人就赢了 如果两个一样都比均匀度 谁比较均匀 谁多样性 物种多样性就高 好 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假设两个生态系 甲跟乙 他们都是物种丰富度 甲有六种 乙也是六种 所以他们的丰富度一样 就比均匀度 谁比较高 是不是甲比较均匀 所以这两个生态系 甲跟乙的丰富度一样 可是甲的均匀度比较高 所以甲的物种多样性就比较高 对 为什么我今天会解释 我先教课文上所描述的内容跟现象 以后题目来了 你看到类似的比较 你要比物种多样性 先比丰富度 有几种物种 如果一样多 再比均匀度 谁比较均匀 好 这是物种多样性 在两个群体中 看物种的多样程度 其一程度 好 以上这是物种多样性的介绍